恒大这一批队队球员,不妨向徐昕,王少元,张文昭,郑王等实力不服的中超营将,他们要使队放到中超转或市场上,肯定会缺少外交。 这段时间关于恒大队队球员向赛季具象,也成为了很多队媒体人愿意的焦点话题。 综合队力媒体,对恒大队队球员向赛季具象加分析,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到他们向赛季具马。 首先,作为恒大中生大球员领地代表的徐昕和王盛元,他们的向赛季已经有一个明确风向,徐昕之前被用为加盟队队系中插的可能性最大。 这几天又有媒体爆料,徐昕在赛季将去石家庄永昌,帮助永昌队完成冲超任务,永昌在当季转货市场上引入了多名前员,如果再能得到徐昕这样的国脚级号价, 那么永昌冲超希望也会大增。徐昕下赛季去处在这方向,就是哲尔和永昌大选一。 同上连上赛季租界加盟阵略,表现可圈可点,他要是能在离队后,正式加盟阵略,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另外,像恒队关心老将正龙、张文昭,荣耗的线赛季新装架,也是基本上浮出水灭。 正龙曾经被知名媒体人爆料线赛季很有可能去江苏苏宁,他的实力,应该是可以在苏宁匹上主力手发的。 张文昭则是会越来归根回到长春状态。 正龙和张文昭,都是电力特点鲜明的天方,曾经也是为恒队夺冠,立下过赫赫战功。 所以,恒大球迷希望这两位功勤老将,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新东架,终其能继续踢上主力。 邹正和文昊仰道边后路离队,让很多恒大球迷都感到非常耐心。 邹正边中期在恒大的表现,也是中超第一走后路的水平。 只可惜经历了断腿奖剧之后,邹正状态和表现就很一般。 邹正目前前赛新东架很多,苏宁、天海、国安、东北船对他留意。 至于邹正向赛季选择去哪?就看他就没选择了。 最后,文昊前不久已经发表了卢队感人。 他向赛季加盟女汉主耳的可能性最大。 主耳如果能把他引进徐心和文昊, 这肯定是让主耳球迷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。 恒大球迷希望这些恒大里对球人,都能在新东架有好的表现。